接着我们来看警方的一则提醒 企业被提醒邮件不是总能被相信的 警方说最近发生的北岸的一个案例 当地企业已经失去了大笔的钱 显示网络世界的黑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威胁 一家新西兰公司的普通中国供应商的电子邮件的账户被黑客入侵 是看似合法的电子邮件就通知企业从银行账户汇款 案件曝光几周后 当中国供应商联系到新西兰进口商 为什么他们没有被支付货款 新西兰公司随即报警 侦探克里斯·布莱克说 仅仅通过电子邮件是不可能进行真实性评估的 因为电子邮件实际上也是源自合法公司的邮件系统